前面都是 哇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张 昨天晚上我们这里挂了夜的大风 今天早上邻居跟我说 这边海滩上有好多的袋子 走吧我们去看看有没有 看到前面有个海星 在沙滩上 海星比大呀 看看 这海星有点小的 我们把它丢回去吧 我们今天找我们捡袋子 走吧 好像有个海螺 你看 啊 哇这下面是个袋子 海螺系在这个袋子上的 哇一下子看门头啊 今天带着一个大桶 看能不能抱桶 走吧 我看前面那里 那个桶下面 一个袋子 你看 插在这上面的 哇这上面还有一个大生蚝 这个好大吧 我的妈呀 这袋子太大了 带着 哇前面一片啊 我的妈呀 快看 前面都是 哇 这都被冲上来了 咱们直接捡就行了 弄上 趁大家现在还都不知道 快捡 完了就没有了 这个还插在上面 哇 哇 我的妈呀 发财了 发财了 今天发财了 看有没有啊 哇这上面还有两个 在那上面 超肥的个头啊 看那个肉 回家做蒜蓉烤袋子吃 哇这些太沉了 在上面没被浪带下去 哦 大把 好 你看前面那个美女也捡的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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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先走走 看到前面又有了 哇 都是啊 你看 这个大水瓦里面 搞的麻呀 它带着都炸进去了 哇 一个晒了一个大 你看前面 全都是啊 竖起来的这些地方 竖起来的这些地方 哦 快 呦 这些都好多蛤蜊啊 嗯 好多呀 前面好多蛤蜊啊 哇 这蛤蜊都吐着小舌头 这里都是 蛤蜊咱们不要了 下面好多蛤蜊咱不要了 咱们去捡带子吧 看 看 另一个 一会大家都知道就都来捡了 前面那个大 快快快 那一个 哇塞 抱筒了 前面 快 哇塞 看 这个小一点啊 哇 我要立无洞了 看来我要立无洞了呀 这里又又又又 我都不想捡了 我捡够了 哇 这里一个大毛肯定是吗 我都不想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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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捡不动了 太重了 我捡到桶里面 你看这里还有一个海心 这里还有一个海心啊 感觉有点变色了 都不要了 这边 哎呀 这里啊 这下面还噎着一个 你看 它陷下去了 我的妈呀 妈不要了 大家好我是小张 大家天天说想看我吃蒜蓉烤袋子 我今天就做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先把袋子打开 这些都是活的 把它撬开 把这个袋子打开了 慢慢的把这个肉从上面弄下来 袋子还挺肥的 袋子最精华的部分就是这一块 其实就是这个 是最好吃的 咱们把这个取出来 然后我们每一个都这么处理 这么切开 有两个 咱们这些肉都取好了 把它切成这个片片 这是刚刚说好的开水哈 就这样烫一下就行 在开水里面过一下 这个肉 开心切记做时间长了哈 老了就 不好吃了 老不动 然后我们再做一些蒜蓉酱 来点辣椒油 一点糖 少许的酱油 再来一点醋 调油少许 然后我们把这个肉放到这 壳上 一个就够烤的了 最好的粉丝铺在上面 我刚刚靠的那个蒜蓉辣油 倒在上面 把它放到烤箱里面 上下火 10分钟就可以了 哇时间到了 把它拿出来 好烫啊 上锅 搅拌一下 让这个汤汁充分的吸收 我这是属于深夜放毒 大家是不是又是满上刷到了我 那么对不起了 大家想让我先吃袋子 还想我先吃粉丝呢 好的 听你们先吃袋子 哇 脆脆的 特别鲜 这个粉丝啊 就是灵魂 哇 我都不知道怎么就形容这个粉丝有多好吃 吃穷了 嗯 太好吃了 哇 这大筋的好好吃 我给大哥留一口吧 给他做了一点袋子肉 好 这些留给他 这是我在超市买那个热干面 之前在大学城 就喜欢吃这种热干面 是用这个芝麻酱拌的 就嘴馋了 里面还有一小榨菜 味道闻着还不错 尝一下啊 再次对不起各位晚上看我视频的朋友 真的超好吃 有点酸 然后里面那个辣椒特别香 里面有那个芝麻酱的浓郁的那种香味 嗯 晚上吃东西的时候 幸福感暴增了 这个好像也就几块钱 但是这个 嗯